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束之来之为瞻 通辨之为是 阴阳不测之为神 也是看到很多解释名词 那么最主要是第一句 什么叫做阴阴阳之为道 其实阴阴阳本身 是阴阴阳搭配变化的意思 阴阴阳 他说阴阴阴阳 当然是指他搭配起来 一直变化的才成做道 那么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信也 很多人以为这句话代表人性是本善的 这是完全是猜测之词 为什么呢 你如果翻成白话 就要说 既知的知呢 就是前面的道嘛 这没有问题 继续道的运作的就是善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道的运作 阴阳搭配变化 但你说这个善 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善呢 我们还记得一句话吗 在讲前卦的时候 原者善之长也 原代表创生 创始 他是善的 长 长代表上的这个 善的最高的层次 善之长也 代表创造万物使他存在 是一切善的善行的守卫 为什么 我们也特别谈到英文里面一个词 life是活的 evil是邪恶 邪恶是把活的东西加以恶上 就是让一个人活不下去 让一个人陷入困境 让一个人这个希望被剥夺了 这都是邪恶 所以讲到原者善之长也是说 你怎么样把存在跟价值连在一起 这是西方也是我们要问的最大的问题 存在跟价值 这两个领域 这个存在的领域称作食然 价值的领域称作阴然 所以谈到说人生的问题 就在这里 一方面我们有身体属于自然界 它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运作 跟其他动物一样 也就是所谓的食色性 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话 跟动物不一样 它有一个心 那这个心就有什么 就是有阴然的问题 就是你应该怎么做 因为你会思考 你可以选择可以判断 所以你做任何事 都有它的道德上的意义 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现在跟别人都不再来往 一个人到山上隐居 你在山上隐居 一个人的话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你有一家人 就有问题了 庄子里面说过一段话 他说有两件事 你永远不能避开 第一个是孝 第二是意 孝就是孝顺父母 不可解于心 我只要不孝顺父母 心里面就难过 我不可能说不孝顺父母 心里还很自在的 第二是什么呢 意 意代表什么 君臣之意 叫做无所逃于天力之间 这话也出于庄子 我没有地方可以逃 你到任何地方都有国家 没有国家的话 你一个人 别人随便两三个土匪 就把你给摆平了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有社会秩序 你居然这样 就要纳税 对不对 你要纳税 你要扶兵义 才能够使国家来照顾个人 所以儒家跟道家的区分 对照在这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先说阴阴阳智慧道呢 很多人都常常讲阴阴阳智慧道 因为阴代表在内的一种力量 阳代表显示出来的 先有说在内的东西 再说它显示出来的 这也算是合理的 那么朱熹说 道具因而形乎阳 既言其发也 善为化育之功 阳之事也 看到没有 朱熹把善当作化育之功 代表这个善不是道德的善 这个善只是就存在的 发展来说 成言其具也 成人者信也 信为物之所受 代表万物也要在 阴阴阳的变化之中 才能完成他的本性 言物生则有信 而各具是道也 因之事也 后面说 行人者见到道称他为人 明智者见到道称他为智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道无所不在 那它道是一一行在运作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春天了 春天到的时候呢 万物开始在生长 我说这是 你看万物充满生命 这个像这个宋朝的学者 希望别人在春天的时候 不要折树枝 他春天的时候 你不要折树枝 所有的生命正在发展 你折树枝就伤害生命 像这就是说明看到人 人代表生生不息的力量 所以古代讲人 很喜欢讲核人 核桃里面的人 栗子里面的人 这个人可以怎么样 做种子 又长出新的树来 生生不息 所以这叫做人者见之为之人 你自己心中有这个人的念头 那智者呢 见之为之智 哎呀正好啊 那么冷了 终于春天来了 这宇宙安排很有智慧 它不会走到极端 不会说冷 冷到最后通通都没有了 那么再接着看 百姓每天使用它 却一无所知 百姓每天使用它 什么意思 其实老百姓也是 每天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别人来往 你多说好话 就别人喜欢你 都说坏话 别人讨厌你 它里面这个阴阴阳 在里面运作 百姓每天使用 它不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呢 所以君子体认的道 很少有人明白 它显现在仁爱上 隐藏在日用中 古动万物的变化 而不与圣人一起忧虑 注意哦 圣人为什么忧虑 这是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里面 会谈到圣人 君子一定会提到 忧虑或忧患的问题 会担心 担心老百姓 如果没有受教育 怎么办呢 像孟子就说 他说老百姓啊 吃饱了 穿暖了 生活很悠哉 但是没有受教育 就接近禽兽 这孟子的话 保身暖衣 一聚而无教 则尽于禽兽 白子黑字 所以你说 孟子会讲人性本善吗 想都不要想 孟子会告诉你 你如果不受教育 就接近禽兽 一句话讲完了嘛 既然这样的话 代表你不受教育的话 你人性怎么办 你向善也没用啊 所以孟子才会说 顺这个人 顺本来跟树木 跟石头作伴 跟野猪 跟这个是野鹿 一起游玩 跟深山的野人 没有什么两样 孟子就直接用野人 说顺跟深山的野人 相依着 积析一点点 但是呢 他的特别在什么地方 听到一句善的话 见到一件善的行为 内心里面那种 学习跟仿效的意愿 好像江河绝的口 佩然莫是能欲啊 没有人挡得住 水是汹涌啊 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向善的 但是你要看到善的行为 听到善的话 可遇之为善 内心里面 马上就有力量出现了 内心本来是有力量的 但是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听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看到之后呢 觉得说这样太好了 立刻内心想做了愿望 像这个 这个是河水绝的题一样的 这是儒家的立场 很清楚 那么再接着看 这种圣美的道德 与伟大的工业 是至高无上的 什么叫做伟大工业呢 富有无缺 就称为伟大工业 日日更新 就称为圣美道德 特别注意 日日更新 日清之为圣德 一个人有没有道德 绝不是说 这个人已经很有道德了 这种话不能说 谁可能有什么道德呢 你只有日心又心 你才是道德 你不管再有什么道德 你随时可能堕落 你要记得这个 严重的警告 对每个人都一样 你随时可能堕落 道德只有一个原则 日心又心 今天是新的一天 好 继续做 在这个里面 你的道德 才能称为是圣美 否则的话呢 说这个人道德如何呢 那都是开玩笑的话 随时可能堕落 这是讲了 人生实际的情况 深深不渝 就称为变异 深深之为异啊 这五个字 大家都很喜欢 深深之为异 深深不异 但这五个字告诉你什么 他什么也没告诉嘛 对不对 他深深之为异 然后呢 大深广深 不断在深 但是重要的是 人类不一样啊 人类除了深深之外呢 人类还要设法培养道德 刚刚讲过 日心智慧圣德 就这一次 再看 形成现象就称为前缘 跟随法则就称为昆源 代表前缘啊 是一切的动力的开始 形成各种现象 昆源呢 跟随法则 我反正顺着你的前缘的指导 推就数理 而知道未来就称为詹事 明明白白嘛 詹事有什么不对呢 学艺经本来就要学詹事嘛 詹卦嘛 对不对 你根据数理嘛 像我们讲六七八九 这种数理 推就未来 很合理的 通达变化就称为事件 最后呢 阴阳运作不可测度 就称为神庙 这个神不是名词啊 是一种形容境界 阴阳不测 一样运作不可测度 我们常会觉得很神妙 一金张卦造成一种这个 对未来有某种理解 这是确实是很特别的事情 好 那么这边讲完的话 后面就继续看了 第六段 福意广义大义 以言乎远则不欲 以言乎尔则静而正 以言乎天地间则悲疑 福前其境也钻 其动也直 是以大声焉 福昆其境也息 其动也辟 是以广生焉 广大配天地 辩通配事实 一阳之义配日月 一简至善配至德 那么这一段呢 义广义大义 广阔呀 宏大呀 用它说明远方的事情 则没有界限 就是再远的地方的事情呢 都可以从一经里面推算出来 用它说明身边的事情呢 则清楚正确 身边的事情很清楚 用它说明 这间的事情呢 则完备无遗 前所代表的阳气 静子是专一 活动时正值 所有最大的生产能力 这是古人的理解了 从静专动之 再接着 那么昆所代表的阴气呢 静子是闭合活动时张开 所有最广的生产能力 一个是最大的 一个是最广的 大声广深 从这边来的 广后 宏大可以配合天地 变化流通 可以配合四季 四季来了 因为古人对于这种 自然界的比我们敏感多了 因为他们没有 所谓科技的发展 他没办法避开 自然界的直接的影响 那接着 阴牙的原理 可以配合日月 荣誉简单的优点 可以配合至高的德行 又是先讲义 再讲简 义简之善 配之德 那么 这些地方呢 一方面他在做一个界定 什么叫大声 什么叫广深 而另一方面呢 已经叙述 某些国人的观察 就是要把非常抽象的原理 说出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大致上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接着 第七大段 我们请念 子曰 义其至义乎 福义 圣人所以从德而谎业也 知从礼悲 从孝天悲法地 天地色谓 而义行乎其中义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孔子说 义经说出了最高明的道义的吧 孔子出现了 在义传里面 这是第一次看到孔子 后面就常看到他了 义经是圣人用来 推崇道德及扩大工业的 还是一样 从德广业 人活在事业上 不就是两件事吗 一个是德 我自己培养高的道德 一个是业 我的事业 我的工业 造福百姓 所以孔子的志向是 老子安之 朋友信之 少子怀之 他就是最大的工业嘛 等于是我一个人努力的 让天下人都可以 得到这个照顾 但是这种绝不是只有 外在的一种作为 他一定是以德做基础 你不以德做基础的话 到最后恐怕 有外在的工业 反而变成小人了 他说 智慧崇高而礼节谦卑 这两个句话很有意思 前面讲到德跟业 这边讲到智跟礼 智慧崇高 礼节谦卑 别人不会因为你谦虚 就看不起你 礼节谦卑 代表你 毙命有礼 不需要跟别人争强斗胜 那么智慧崇高 代表你了解得很透彻 知道说 这是该我的 那就我了 那不该我的 想都不要想 崇高是效法天 谦卑是效法地 天地设定的位置 一经的道理在其中运行 底下比较有趣的 什么叫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呢 这八个字 诚信是铸成万物的天性 纯存是保存万物的存在 没有什么复杂 什么叫做成万物的天性呢 人为什么可以在天地之间 有独立的地位 因为你看 上有天下有地 中间本来是万物嘛 但在一经里面的话呢 中间万物不见了 中间变成人了 所以这人就要帮助万物呢 来完成 这个他的天性 比如说水灾啦 风灾啊 地震这些啊 给万物造成灾难 对于动物跟植物啊 有威胁 人类还要帮助他 就是透过人的智慧啊 来帮助这些动物跟植物 可以得到安正 那这就是通往道义的门径 所以人的道义呢 看起来是帮助 一阴一阳的变化 万物生生不齐 我们呢 他可以顺利发展 这是人的责任 那人的责任 这是第一步啊 道义之门 那这道义之门 代表你进入道义了 等于是说 你对万物 你都要帮它去发展 那对于人的话 很特别 人的话前面讲 这个所谓的修 俊德修业这些啊 都是跟人有关 但是你不能忘记有万物 所以在一阵里面 它就是怎么样 使两个路线 能够结合起来 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因为有时候 你会有一个优先顺序 到底哪个优先呢 这始终是一个挑战 你说你要保护环境 那老百姓生活困苦 怎么办呢 那你说好吧 先照顾百姓 那自然资源 就慢慢耗尽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古代还好 古代人口少 我们说人口少 也不一定的 因为当时人不觉得 自己人口少 只不过说 这种全盘的观点 不容易建立 往往人只看到 自己当下的情况 有人送我几本 吕思勉先生的书 水中国历史这些 很好看 我就看他写了三国 看到半月一两点 看了这是不忍释手 但是里面提到几个 也常常让我这个 这个是印象深刻的 就是对人命的不尊重 往往一打仗的时候呢 一杀就是三万人 八万人 从春秋战国 一下下来 都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只看到数字 杀八万人 杀七万人 每次看到这种地方 都觉得很难过 那七万人 都没有名字吗 都没有家吗 哪一个人不是 人生父母养的 慢慢长大 打仗的时候 就因为打败了 就七万人通通一起杀 就几个字 杀七万人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人的生命 说实在 人如果不受教育 那真是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 不把别人当人看 只看这是不是我的敌人 我的敌人就不是人 一杀的时候 就是一个数字 几十万人都可以杀 这实在是一种 这个悲哀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你说 你念异传 看到这些说法 要有一种感触呢 就是连万物我们 都要设法 帮它去发展 何况是同样是人类的呢 你今天可以对付别人 难道别人势力大 不能对付你吗 你看战国时代 各国打来打去 到最后呢 都是秦始皇的天下呢 那些人呢 苏秦张仪啊 你看苏秦张仪 那个口才真好 但他永远只看 现在的形势 分析到美国的国军呢 都让他当宰相 他可以实际上挂着 六国相印的 简直是疯了 对不对 跟美国都说 怎样对你有利 你要如何 然后又是反反复复 那这些国军呢 好像都是没有脑袋的人一样 听张仪讲一讲之后 就觉得他很好 明明是背叛过他 他也接受 认为说他这个是 讲得很有道理 没有问题 然后到最后 通通是秦始皇的天下 就靠这些中横家 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这司马前也说嘛 他说这些人啊 都是捣乱之人 他们到处讲讲话 天下大乱 像张仪年轻的时候 被整得很惨 打得片里淋伤 回家的时候 他太太说 你不是跟鬼谷子学的 一些能办法吗 怎么那么惨 张仪只说 你看我舌头还在不在 他太太说舌头还在 他说好 你就放心了 就靠一片舌头 最后让天下大乱 在孟子里面还有一段 孟子学生 就问孟子说 他说张仪啊 公孙岩啊 这些人啊 才是大丈夫 为什么呢 他们一发怒 这诸侯就吓得要死 一怒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习 这些人坐在家里 没事干 天下就太平 所以这个人就说 这样的人才是大丈夫 你看他一个老百姓啊 可以让你诸侯都害怕 要你哪一国先完毕 哪一国就先完毕 诸侯都怕他 孟子怎么说 他说这怎么算大丈夫呢 他是以顺为正嘛 他看哪一国需要什么 他有弱点 他有欲望 他就家里利用 顺着别人的欲望 去操纵别人 这怎么叫大丈夫呢 真正的大丈夫 在儒家说起来 那真是听起来 令人震撼的 但是能不能做到 有没有效果 实在是没有人知道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这好话都被你讲完了 然后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接着呢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居 此之为大丈夫 这儒家的文章写得真好 对不对 那你怎么做呢 你真的做到这几点 就能够怎么样改变世界吗 也没有把握 这是问题所在啊 但是你看 这个苏勤张仪这些人啊 他活着的时候 居然天下弄得大 他也不管时候怎么样 最后到时候 总是要结束了嘛 你再怎么样厉害的人物 总是要结束 到最后还是要注意养生吧 活久一点 比较重要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天下一路下来 你就要诚信纯纯 道义之门 这八个字 就是儒家的立场啊 啊 著成万物的天性 保存万物的存在 就是通往道义的门禁 但真正的道义呢 还是要再进一步 放在人的世界 好 底下到第八大段 圣人由于见天下之责 而弥足其形容 向其物仪 事故为之像 圣人由于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慧通 以心其典礼 细之焉 以断其极凶 事故为之遥 言天下之自责 而不可悟也 言天下之自动 而不可乱也 离之而后言 意之而后动 离意 成其变化 到现在我们还要用这些词啊 要离意 离意 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复杂为妙 责就是复杂为妙 就模拟其形态 描绘其样貌 所有挂象之称 圣人见到天下事物的变动发展 就观察其会和通达的方式 一群常规法则在附上解说来 裁断其凶 最有遥的称呼 所以这段话在说明什么是挂 什么是遥 其实它会反复定义 在不同的脉络 它会重新加以界定 那么这些是要说明天下最微妙的现象 而不可破坏者 不可悟也 悟就是把它改变破坏 最微妙的现象 说明天下最繁复的活动 而不可混乱者 一个是微妙 一个是反复 所以我们学《易经》的时候 不要求简单 不要想说简单告诉我 这是什么东西 不要怕麻烦 因为人生本来就非常复杂微妙的 你如果说学《易经》之后 以为想用简单的 到底急还是凶 然后就不管细节的话 那是可惜了 模拟商议之后 才能成就一切的变化 看到没有 这边就告诉我们 要花时间去模拟商议这些 从第九段开始 都是我们以前看过的 这边开始谈到七个卦 里面的一些段落 但这些段落 值得我们再简单看一遍 明后再因其子贺之 唯有好诀 唯一尔弥之之悦 君子据其事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 忘其而者乎 据其事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为之 忘其而者乎 言出乎生 加乎名 行发乎耳 现乎远 言行 君子之书记 书记一之法 荣入之主也 言行 君子之所以 动天地也 可不胜乎 这边显然有两个重点 我们先不管 前面的明和在 因在说什么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只要说的话是善 善代表什么 有道理 你不要把善 讲成善恶的善 这儒家讲善 常常代表是价值的意思 善代表有价值 要不然你老讲善恶的善的话 叫你孝顺 叫你这个 那没有什么好讲 谁会反对呢 所以你讲的话有道理 千里之乱也呼应他 何况是身边的人呢 为什么 因为人都有共同的理性 所有的理性都希望什么 像我们讲孟子的时候 就会说 心之所悦者理义 好 我们的心刚刚讲过了 他所好的就是理跟义 理义 理就是合理性 义就是正当性 合理性 合理性属于言 正当性属于行 所以像这个就很清楚了 言行 因为你听到别人说话 看到别人的做事 他的言是合理的 你自然接受 你居然讨厌他 你还是要接受他说的话 有时候我们很讨厌一个人 比如说竞争的时候 像在美国 你再怎么不喜欢欧巴马 他说出来的话有道理 你还是觉得 这讲得好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讲得有道理 你反对他的话 别人说你这个脑袋 有没有问题呢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他是黑人 或是因为他的背景 或是你看党派不一样 就讨厌他 那这样就不理性了 所以选票就那么多 第二是行 欧巴马的行 一般人知道比较少 但是呢 他正好在选举后期 朱姆过世 多少人都说 看到他讲到自己朱姆过世 哎呀 如何辛苦地 把他抚养长大 然后这个 讲的时候呢 这个跟很多人一样 都是美国善良百姓 我的朱姆也是其中之一 讲的时候眼泪就这样掉下来了 那眼泪一掉 就多了几十万票 几百万票了 对不对 因为一般人他就看 他真的很孝顺 这个是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孝顺是中国人专利 说中国人专利 那外国人不讲吗 那外国人不讲 他干嘛哭了 别人给他票呢 他哭了 别人说你干嘛哭呢 我们不讲孝顺的 没那回事 孝顺是出于天性啊 所以言行就是君子书记 你只要在这边 房间里面关起门来说的话 比如我们今天关起门来 这边有录像带 将来隔了很远的地方 有人看到 我讲的话有道理 他也会接受 因为我在接受易经嘛 怎么可能说没有道理呢 相反的 我如果今天自己发出谬论 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你将来别的地方 别人也会说这种什么话呢 谁要听呢 是不是 远方的人都要听 身边的人当然更要听了 倒过来 你说的话不善 没有价值 没有道理 远方的人不听 身边的人更不听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言行 讲言行的话 我就分两方面了 一方面什么 我已经过去说过的话 跟做过的事 这不能改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怕 有人帮他挖过去的八卦 这个是很怕 你过去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不能赖皮啊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人可以改过嘛 你可以说过去是错了 我现在改过了 这其实是很好的话嘛 千万不要找借口 说我犯了什么 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这不能怪我 不要找借口 你就说我错了 我现在改过了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你对于言行 你要了解 一种是过去的言行 年轻的时候 总有说错话的时候嘛 对不对 做错事的时候 但是将来呢 现在呢 所以我常常想 人的生命真的很奇妙 我今天早上起来 跟别人来往 跟他接触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现在在说嘛 对不对 我如果过去说错话 现在后悔 那我现在为什么 还要说错话 将来后悔呢 到这个年纪 还有时间后悔吗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一想的话 你就会把 现在你说的每一句话 当做我的生命的表现 我的行为也是一样 我以前做错事 那现在来改过 那我现在还要做错事吗 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思考清楚 一定做的恰到好处 我早期犯了一个错误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 是在念哲学系 我就 因为哲学系实在是很枯燥 上班都全班打科 所以所有每一班前几名的 都跑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所以我们合唱团 四十几个人 声势非常浩大 在佛仁大学 具有代表性 上电视比赛 胜过其他各队 我们还到麻风病院 孤儿院盲人会去表演 很热闹的 好有一次 我们到电视上去比赛 合唱团人团员呢 我们这一班 还有别的班 还有别的系的 去电视比赛 跟另外一个大学比赛 各出三个节目 我们合唱团三个节目 全胜了 三个节目 我们是五灯奖 那时候看节目几个灯 我们拿十三个灯 总共十五个灯满分 他们拿十个灯 我们可以说是 全胜而归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哲学系的同学啊 就有些人呢 这个 就是打电话来说 我们准备庆功宴了 在学校里面 当时我是团长 我心里想 这个比赛赢了 同学们辛苦了 各自回家吧 我们要回到学校去 跟我们班同学庆功宴 最大的败笔 我后来后悔了多少年 我就跟同学们说 好 大家辛苦了 比赛赢了 现在呢 我们这班同学啊 给我们开庆功宴 我们就回去了 你们各自也想办法回去吧 这个种下来 后来分裂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这班一走 另外一班就不高兴了 他们说 我们辛苦合唱比赛 这个不能一起庆祝 你们自己一班跑一起庆祝 后来就 就这个很难搬下去了 就变成大戏里面就有一些疙瘩 一些借题啊 所以我们年轻做过一些事情 有时候一辈子都会记得 当时我就没有考虑做到 毕竟年轻嘛 才二十几岁 稍微得意一点就冲昏头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别人感受 所以我才想要说 我今晚去领奖的话 如果领完毕竟说 不行 我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等我 就这个一个人跑掉 那另外几个人领了奖 说受奖者合照 我跑掉了 这个实在是对不起人家 所以我有年轻的时候的教训 今天才不会犯这样的错 所以请大家多谅解 所以很多事情 他不是忽然之间想到的 我们没有那么样的好的脑袋 都是过去的教训 多少失败的教训 得罪多少人 才慢慢学一点 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 到现在这个年纪 说实在 你要我犯什么错 比较不容易的 因为都会先思考 答应别人的事情 都要先想 是不是能做到 做不到 尽量不要答应 答应的尽量做到 否则的话 你的侵懦必寡性 所以像这个言行 你不要担心 不要管你现在几岁 你今天这样说话 这样做事 他就这个转类一点 你每天都想 我把他转得更好 转得更好 一路下去就自然而然 没问题了 所以这段还是可以 给我们很多启发的 好 我们再看 底下第二段 同人先嚎啕 子曰 军者之道 或出或楚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这边讲的 特别值得 我们喜欢反复去念的 就是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要特别注意 力这个字 是厉害的力 代表它非常锋利 锋利 可以切断金属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心意一致所说的话 味道就像蓝花一样 我们有时候 喜欢跟朋友 同学在一起 也是这样子 大家在一起 其实并没有 互相吹捧 互相俄语 不需要 但是你自然而然 就会说出 其袖如蓝的话语出来 大家心意接近 所以我当老师的快乐之意 就是这个 大家在一起说话 都很有默契 说出来的话 想法都很接近 今天叫做磁场接近 在古时候也是一样 好 再看下一段 初六 借用白毛无咎 子曰 勾 戳出地 而可宜 借之用毛 何咎之有 甚至至也 付毛之为物薄 而用可重也 甚至树也 以往 其物所失宜 那么这边提到 就是 孔子说 把祭品放在地上 也可以啊 底下还要垫一层茅草 这会有什么灾难呢 这是谨慎道的极点 茅草是一种 微薄的东西啊 但可以产生重大的作用 按照这种谨慎的方法去做事 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 就是说你要考虑周到一点 有时候人跟人相处 就在于这个地方 你很用心的话 那就好谈了嘛 否则人跟人相处 通通只看厉害的话 也没什么乐趣 但是呢 这种用心啊 不能够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种动机 就是我现在对你这个 照顾的无为不治 对你很用心 后面有什么动机 非要怎么样不可 那就可惜了 就变成是你这个 你的用心复杂化了 他最主要再讲诚意 好 那么再看下一段 他说 这是中后到的极点 这是很难做到 一般人劳苦的话呢 哎呀我劳苦功高 我就应该得到大家肯定 那么有功绩而不认为有德 认为说哎呀 反正我不做别人也会做嘛 你不要以为说非你做不可 不要认为自己做之后就很有德 这些 这样才叫中后 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 不要以为我真的做成了什么重要的事 把它当作这是我该做的就好了 我尽心尽力去做 做好的是应该的 这样就好了 不要当作自己的功劳 然后呢 这是说那些有功绩 依然千下代的人 德行要讲求圣美 礼仪要讲求恭敬 这是儒家的传统 你想礼仪 心中一定要谦让 要恭敬 否则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 那是假的 而谦卑正是使人恭敬 一致保存自己地位的坦途啊 所以为什么 这个谦虚那百福呢 你谦虚的话 别人自然而然就会觉得 跟你在一起啊 是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第三千 算不是地 底下是山 好 我们再看 这边才谈到第一个前卦 我们一起念 抗龙游悔 子曰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 畏而无福 是以动而游悔也 这边讲抗龙 当然是上九嘛 他说地位尊贵 却没有职位 因为上九已经到了上的位置 位置在五 九五才是职位 这次的职位 高傲在上 却失去百姓 贤人居下位而无法前来辅佐 所以他一行动 就会有所懊悔 因为上九跟九三也不应 他位置又不好 准备离开了 所以一行动就有个懊悔 那怎么办呢 少行动就好了嘛 我们看 前挂初九 前荣悟用 前挂上九 抗龙有悔 你在这种地方就要知道 前荣悟用 你不要采取行动 到上边的时候呢 行动要加倍谨慎 没有把握 就不要行动 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还没有行动 将来还有机会 到抗龙有悔的时候呢 将来没有机会了 好 底下再念这一段 不出护庭 无救 只曰 乱之所成也 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 则失臣 神不密 则失身 既是不密 则害臣 是以君子 身密而不出也 孔子的这些话呢 都应该是他说的 不过呢 忽然产生 是以言语为行阶梯 多少人都是 多言蛊惑啊 多说话就带来的灾难 就是你多说话 你就买到了这个灾难了 所以言语 真是要小心 那么他这边讲 政治上呢 君主不能保密 就会失去城市 比如说你在这个欧 在欧洲美国 有很多情报员 你这个国军很得意 说我们情报员007 在什么地方 那这一下 立刻就抓到了 那么政治不能保密 就会丧失性命 你负责这个业务 你没有保密的话 那不得了 各种这个资料 都泄露出去 别人来标的时候 一下就标到底架 那你就要出乱子了 既为之事 不能保密 就会造成失败 很多事情呢 就是因为你不能保密 才造成失败 因此呢 君子谨慎保密 而不随便说话 说话当然是要 你这个该说再说了 所以说到这个保密方面 也是这个修炼 不容易的 有时候你知道一些秘密 不讲真难过 我有一些朋友 他看起来很谨慎的 后来才知道 他那边也是消息来源 经常很多事情传出去了 所以我会说觉得做人不容易 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 年纪很大了 都退休了 想说他们社会经验丰富了 应该比较谨慎吧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人都有一种 讲闲话的习惯 所以后来常常问 这话谁说的 某某人说的 我听着都不太敢相信 我说他在我前面 从来不讲话 怎么会传话呢 好 我们再念这边的最后一段 这边一再提到道 代表社会上是有些人已经吃了衬托 铁的心 就要当黑道 所以有时候你也说 这个道不是人吗 为什么不能改善他呢 说实在 对有些人你没有机会再教他了 他已经成型了 尤其中年以后 大概定了信了 所以控制就说 异性的作者大概懂得强盗的心理吧 什么叫强盗 在这边讲强盗还算是比较正面 去描述他 你看 带东西坐在车上招来的强盗 背负东西是小人的工作 车子是君子代步的工具 小人却坐在君子代步的工具上 强盗就会想要强夺他 强盗做什么事 强盗心理想说 你这个小人你也是不亦制裁吧 看到没有 那我要跟你分吧 见着有分 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什么 异盗这些 这都是美其民 我是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如果合理的话 那为什么不规定 有些人把钱拿出来 让你强盗去抢 这个变成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 那再接着看 他说 居上为的傲慢 代下为的粗暴 强盗就会想要攻击他 那这个强盗显然指外国了 你这个国家 你自己内部 上位的傲慢 下位的粗暴 那这个国家自己乱掉了嘛 别人就想来 我来取代你吧 所以呢 讲到强盗的话呢 在这个耶稣说过一个比喻 他说 你们不要以为 上帝什么时候来 你可以知道 你不是都知道 什么叫小偷吗 小偷来的时候 你绝对不知道 你以为最安全的时候 他就来了 同样的 上帝对人也一样 你以为说 现在很顺利了 上帝又来了 让你遭遇灾难 所以他用小偷做比喻 代表什么 你活在世界上 每一时每一刻都要警惕 都要警惕 我们讲警惕不见得讲宗教上 你要升天堂 所以你要警惕 不要犯罪 我们讲的警惕是 人间随时都可能出现灾难 什么时候会有地震 谁知道 什么时候风灾雪灾 没有人知道 很多时候你可以去规划设计 但你不见得可以去控制 那么这边在最后一句 把他说一下 他说 不常好珍贵之物 是教唆别人来抢夺 我们叫财不漏白 打扮得过于妖艳 是教唆别人来调戏 这在古代是这样子 现在的话 不应该完全把责任归于说 女生打扮了如何如何 因为打扮是 约我自己 对不对 我自己开心 打扮漂亮的不行吗 那你就说 那别人怎样怎样 那这个是 我们也很难说得清楚 有很多事情 它不是一个通案 它是个案的情况不一样 反正基本上就要懂得说 你不要把好东西太轻易的让别人发现 别人发现了之后呢 就会想要来抢夺 它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